北京时间2月11日凌晨4点 NBA交易截止日就将来临 最后一天 距离这个时间节点越来越近 本赛季大四影员的紫金军团的一举一动 也备受球迷关注 上一场胡人主场对阵雄鹿的比赛中 威少在末节遭到弃用 没有捞到一分钟的上场时间 而在当时詹姆斯、农梅都被替换下场的时候 威少主动向前和两位巨星致意 也被视为他可能要离开胡人的前兆 无独有偶 在今天胡人和开拓者的比赛中 威少便因为被不紧张 而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一次缺席 要知道在这之前 威少是NBA为数不多几位可以全情的球员 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 突然以伤势为由作弊上官 也不免让人浮想联翩 作为胡人本赛季的重磅影员 威少却并没有打出让人幸福的表现 截至目前 他场均只有18.3分7.8篮板7.6助攻 最近四场比赛更是没有一场得分来到20 要知道这还是在农梅已经商欲回归 胡人得以继续集齐三巨头的情况下 如果三人继续这样毫无化学反应 对于志在冲击总冠军的紫金军团而言 真的是一个很不利好的消息 其实在前不久 就一直有关于威少可能会被交易的留言传出 但就现实层面来看 威少的这4000多万大合同确实是个难以处理的薪资包袱 胡人现在要送走威少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他去换火箭的沃尔 同时还要搭上他们27年的首轮签 美媒体记者Eric Pinkers撰文分析了胡人对本赛季的交易前景 他表示胡人不太可能在交易截止日前交易威少 但如果詹姆斯觉得和他同属于Clutch体育公司的火箭球员约翰沃尔更适合球队 并且沃尔也愿意为胡人竭尽全力的话 胡人可能会考虑与火箭达成交易 也就是说 詹姆斯将决定威少的去留 大家觉得 詹姆斯会如何选择呢 另外据美媒体报道 火箭一旦得到威少 就会和他讨论买断事宜 而一旦火箭买断威少 其才就会用底薪尝试引进威少 因为他们觉得威少和比尔巴村磊加福德一起打球的效果很好 其才在去年的胜率比较高 在输给熊鹿的比赛中 威少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透露对于沃格尔的不满 你从来不知道何时会上场 何时会下场 那些决定是由教练组做出的 你必须接受它 沃格尔对于威少的言论做出简单明了的回应 虽然威少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 本赛季也有很多重要的比赛 但球队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 沃格尔还表示为了让球队赢球 胡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评论员帕金斯透露 威少本赛季一直拒绝与球队助理教练 球员发展培训施菲尔汉迪进行技巧训练 帕金斯认为责任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出于某些原因 威少已经和这个词渐行渐远 看得出来 威少和胡人已经撕破脸 有消息透露 休赛期沃格尔其实并不希望胡人交易得到威少的 当时球队全员甚至包括总经理佩林卡 都更加倾向于德罗赞可以加入 奈何老板珍妮巴斯的执拗 最终让胡人交易得到了威少 在输给开拓者后 胡人以26胜30负的战绩排在西部第九 据统计 这是沃格尔执教胡人以来首次距离50%胜率 还差四场胜利 胡人如果还想在本赛季冲击总冠军 那在交易截止日必须要有大动作 并不是说做了大动作 胡人本赛季就一定能夺冠 但如果没有大动作 胡人本赛季基本可以宣告退出总冠军的争夺行列了